大S高龄怀孕第三胎性别曝光 汪小菲超嗨不小心说溜嘴网友听了骂翻 女星大S嫁给中国餐饮业小拍汪小菲后 婚姻生活非常幸福 在生下女儿和儿子后 身材忽胖忽瘦 让很多人误以为她怀孕 不过就在日前瘦身成功受到粉丝关注后 却惊传她频频呕吐 癫痫 原本以为是生病了 还想到昨天她终于胸口 其实自己已经怀上第三胎 汪小菲也在高兴之余 不小心说溜嘴孩子性别 让粉丝超惊讶 据中国时报报道 大S婚后 球子一直都不是太顺遂 除了狂吃补品增肥养身体外 还曾求神问佛 只希望可以顺利生下孩子 不过上个月底却传出 她突然身体不适 紧急住院 让所有演艺圈好友都很震惊 不过也有消息透露 其实她已经怀孕 而且常常因为身体不舒服取消形成 尤其被人目击严重孕吐 连胆汁都吐出来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她也终于在昨天 11日 证实 自己已经怀上第三胎 目前怀孕期周 而且这次性别还是 其实大S生下儿子后 就曾放话不再怀孕 加上自己已经41岁 属于高龄产妇 这次怀孕完全属于意料之外 至于老公汪小飞 对于老婆三度怀孕开心得不得了 虽然大S宝密到家 但她却开心向有人表示 肚子里面的老三是个男孩 图片来源 新浪娱乐 消息传出后 让很多粉丝都超为大S开心 纷纷祝福 好幸福哦 又再度怀孕 天啊又怀孕了 好温馨的一家人 不过也有网友担心 她是高龄产妇 再度怀孕会有风险 41岁算高龄了说 希望奶还是可以顺利生下来 加油啊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才怀孕七个星期的宝宝 根本看不出性别 如果不是做检查 很多妈妈也都不知道已经怀孕 痛骂 没有常识 不管怎么说 成功怀孕就是大喜事 恭喜大S罗 大S女艺员 分名 徐希元 英文名 Barbie Sing 昵称 大S 昵名 珊珊 家庭专用 国籍 中华民国 出生 1976年10月6日 41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 职业 演员 歌手 节目主持人 作家 语言 国语 教育程度 华更与校戏剧科 宗教信仰 佛教 配偶 汪小飞 2010年结婚 儿女 女儿 汪熙月 2014年4月24日 3岁 儿子 汪熙林 2016年5月14日 1岁 父母 徐坚 父 1953 2012 黄春梅 母 亲属 子 徐希贤妹 徐希弟 音乐类型 国语流行音乐 日语流行音乐 演奏乐器 歌唱 出道地点 台湾 出道日期 1994年 24年前 出道作品 十分钟的恋爱 代表作品 流星花园 泡沫之下 战神 剑雨 转角 遇到爱 活跃年代 1994年至今 唱片公司 玻璃佳音 1994年至1997年 晴天娱乐 2001年至2003年 经济公司 神采制作 1994年至1997年 金星娱乐 1998年至2010年 太平娱乐 2010年至今 相关团体 ASOS网络电影资料库 IMDB 资讯 奖项显示 任何人 G资认 马上 1994年 1994年 1997年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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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6日,一名大S,生于台湾台北市。 为台湾知名女艺员、女演员、女歌手、节目主持人、作家。是徐希蒂,小S,之二姐。 为金星娱乐经纪人公司其下颖人,俗称魏伟中邦,不过2010年正式脱离经纪人王伟中,大S以太平娱乐自立门户。 17岁以一首十分钟的恋爱出道,后与小S主持八大娱乐百分百。 2001年,演出流星花园中山菜一角,入围金中奖最佳女主角奖。 早期主持节目与唱歌,纪念活跃影视演出。 2008年1月,大S和F4成员周渔民宣布分手。 2010年10月,大S和来自北京的饮食业商人汪小飞闪店结婚。 2010年11月16日,徐希元与汪小飞在北京登记结婚。 2011年3月22日,与汪小飞举行结婚典礼。 参考来源。 2011年11月17日,徐希元与汪小飞举行。